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陆小孩这个夜猫子他能每天准时到吗 他只是为了支持你的事业吗 连我这个老婆都做不到呀 我们俩毕竟认识那么多年了 有交情在肯定会帮我 知道吗 我们快睡觉了 我们快睡觉了 妈 人下来会吓死人的呀你 来来来 我帮你拿 帮你拿 来来来 坐快坐 休息休息 你这干嘛回来呀 妈 我想找你借点钱 你倒挺直接的啊 行 多少 五百你都没有 五万 这么多呀 你干嘛呀你 妈 你知道杨阳开那家小店的事吧 知道啊 她不是把那店送给你做周年礼物吗 可是我现在觉得那家店有点问题 之前杨阳一时之间拿不出那么多钱开店 然后她的好朋友陆小恒 就拿出五万块钱入股 说要跟她一起创业 这挺好的啊 这个利益共享 风险共瘫 对大家都有好处嘛 话这么说是没有错 可是我觉得陆小恒好像有一点惦记 像我们家的钟丽阳了 女儿啊 你忘了 上回就是因为你这样一神一鬼 搞得大家鸡肥狗跳 你怎么又来了呢 我也不知道怎么了 反正我这次感觉就是特别强烈 妈 你看我这样好不好 我把钱还给陆小恒 然后我开诚不公地跟她聊一次 反正我想不到别的办法了 但是你不用担心啊 这个钱不会赔的 我以后一定还给你 行倒是行 可是我手边没有这么多现金 我都买理财了 要不跟对门你爸去接 你老头可爱存钱啊 好啊 爸 我有点事想跟您说一下 什么事 那个 遇受难处了 是不是 我想找您借点钱 是给钟丽阳的小店周转用的 但你放心啊 他那个店生意很好的 保证比你存着钱收益高多了 你跟爸还谈什么收益不收益的 你就记着 以后不管遇到多大难处 第一个就得想起爸爸的 好嘞 谢谢爸 来 好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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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猫 哎 请进来了 来 你坐 我给你倒杯水 好嘞 想要呢 杨阳在烘飞房呢 一会就过来了 来 你先喝杯水 谢谢 老婆 你怎么来了 中国也不在家待着 我今天没什么事情 就随便走走 小红啊 我有点事情想要跟你谈一谈 好啊 你说啊 我之前听杨阳说 这家店是你加入投资之后 才开起来的 是啊 因为这点事情对于我来说也 夏晴 这是什么意思 我很感谢你这么愿意帮杨阳 这个是你投资的钱 就当杨阳之前是借你的 我现在一并都还给你 杨阳的事情就是我们的家事 我有权利负责 我会陪她好好经营这家小店的 而你 你有你的未来 也有你的事业 你继续待在这里 只会耽误你自己的时间 夏晴 你的意思是要赶我走是吗 这家小店刚刚有了起色 然后就要分里外 分你我 要赶走外人是吗 不是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不是因为钱要你走的 那是什么意思 行了行了 你把这收起来 你这是干嘛呀 我既然已经说出来了 那我就一次性说清楚了 我会这么决定 是因为我又开始胡思乱想了 我不想因为这件事情 影响我们夫妻之间的感情 可是我又控制不了自己的思想 所以我能想到的办法 就是让小恒离开 好 我走 小恒 她她不是这个意思 你敢干嘛你啊 小恒 你干嘛呀这是 我觉得这样挺好的 哪好啊 你没事吧你 小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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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跟夏晴计较 他这个人说话办事一向不过脑子的 我会跟他解释清楚 我们俩之间什么都没有 就是好哥们一块做事情 我温馨无愧 可我温馨有愧 每当我想你的时候 都会画一幅你的画 虽然我经常提醒我自己 你已经不再是 以前的钟丽昂了 你现在是一个 有家庭的人了 而你的妻子 也是一个很善良 很好的女人 也是我的好朋友 于是 我不断地麻醉我自己 希望我可以冷静一些 可是每当我 看见你辛辛苦苦 为她筹建的小店 她毫不在意的时候 看见她爽约 不能陪你一起度过 周年纪念的时候 看见她身在福中不知福 对你百般挑剔的时候 我觉得我不能再 隐藏自己的感情了 我应该大大声声地说出来 去争取属于我的东西 晓鸥 我 我不知道是不是什么地方 我做得不妥 我可能让你误会了 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跟你道歉 你要明白我是无意的 你难道没有想过吗 我们俩曾经差点结婚 你也说了差点 婚姻的事情差一点 那就是一辈子 原来那都是过去的事了 跟现在跟未来都没有关系 如果说感情的世界里 有前后顺序的话 也说我在前 我已经错过你一次了 我想公平竞争 赢得你第二次 小黄 没有第二次了 我知道 夏晴有的时候不懂事 有的时候喜欢胡闹 有的时候不解风情 可是这些我都不在意 因为我爱她 我们俩在一起生活了一年多 虽然也会有各种各样的 磕磕绊绊 但始所幸这些都没有磨灭掉 我们俩的爱情 你当初离开我 是因为你觉得我不靠谱 可是你看 我不是也没为你做任何改变吗 但是为了夏晴 我现在愿意开店 我愿意让自己稳定下来 我这一切都是为了她 是的 当初你抛下我走的时候 我生过你的气 但是现在我明白 或许你这样做是对的 因为我们俩真的不合适 要是没什么别的事 我就先回去了 谢谢你为我画的画